你好我是劉奶爸 有網友問到說各行各業都有人才 要在自己的行業裡面出頭其實很難 我回想一下自己從 二專的時候電機科畢業 然後會一點點基本電學 會一點電腦硬體 然後對程式設計似懂非懂 退伍之後 已經從DOS的年代變成了Windows的年代 然後任職了一些業務工作 我又進了科技公司去上班 當了網絡工程師後來 出來當SOHO族又接案設計網頁 然後創了業之後開始賣伺服器 老闆兼客服工程師 這樣子的生活我大概前前後換了工作 有八份工作 那其實呢 我這樣看起來沒有一樣是我非常專精的專業 但是他不代表你就不能成功啊 因為我有過去這些種種的經歷啊 所以他讓我變成了一個 跨領域的專家 一旦跨領域之後呢 我就可以贏了很多跨不出他自己本業的人 那如果你能跨兩個領域甚至跨到三個領域的話呢 你就能夠贏到贏過更多的人 像網絡行銷他其實本來就是一個跨領域的工作嘛 像網站的系統他是網絡工程師的領域啊 然後網站的美工他是屬於比較藝術型的領域啊 然後行銷學呢他是屬於比較心理學的領域 像拍照啊他是攝影師的領域 然後拍影片呢還有這個錄影片嘛 那剪輯影片嘛 這屬於導演或剪輯師的領域 然後寫文案呢 他可能比較屬於作家的領域 像我每天腦子裡面想的 做的 接收到的資訊 他總是不停的在我腦袋裡面轉啊轉 我連洗澡的時候有時候邊想事情 等洗完澡了我都忘記今天到底有沒有洗頭 這個世界行業別其實是越來越多元啦 有時候呢某些行業他要找的人才剛好就是你 但是呢 你卻從來沒有想過你可以在這個行業裡面升任 因為根本就沒有想過有這個行業啊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跨領域的能力越強的話呢 其實你就是越稀有的人才喔 那如果你的本業你覺得啊搞不出什麼名堂 沒有辦法在這個專業在這個領域裡面 除類拔萃變得卓越的話呢 其實你還可以去思考一下 怎麼樣去跨領域學習 然後可以去整合出更多新的不同的領域 像現在有很多新創的行業啊其實以前我們都沒看過嘛對不對 那這不都是因為跨領域所以才碰出來的火花嗎 有很多新型 都幫你打開 感谢观看